繼續開會 向大會報告 本次大會的議程到今天結束 但是還有一些沒有審議完畢的 或者是擱置的議長交易 市府提案 移到下次的會議 繼續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通過 各位同仁請 請就座因為我們準備要宣布 定期大會閉幕了 謝謝 謝謝各位同仁還有市府由陳菊市長所率領的市府團隊 這七十天來大家的辛苦 相信這一個會期裡頭 不分各個政黨的議員對於市府的期待都是 既然中央已經有民主進步黨完全執政 我們的訴求幾乎是一致的 希望不分藍綠的議員在共同爭取的各種建設或福利的部分 希望市府能夠極力的向中央爭取 這是這一次總質詢裡頭 幾乎不分藍綠的議員共同的期待 這個部分請市府加油 我們期待說在民主進步黨完全執政之下高雄市有翻轉的機會 這是這一個會期所有議員總質詢幾乎都會提到的項目 那也跟大家報告這個會期我們已經審議了136個市府提案 55個報告案 市府的法規提案有10個 議員的部分有674個提案 所以我們的業績應該算是不錯 但是市府法規提案的部分 有一個部分我們覺得很遺憾的就是那個環境自治管理維護條例 所以是市府主動撤回 那那個或許有一些遺憾 就是關於登革熱的部分 我們沒有規定到 這個部分其實應該要加進來 所以請環保局針對登革熱 要加到這個的管理 要加到環境維護知識管理條例的部分 請在下個會期再繼續提出來 那下次提出相關法案的時候 也特別注意一下 要跟業者溝通 要跟不同的團體來做溝通 那說到溝通 我們也要稱讚這次的文化局 我們通過的這個行政法人的案子 應該在台灣算是首例 那麼中間我們也開了三次的公聽會 跟不同的團體 議員團體或者是議員 都做了在議會裡面做三次的公聽會 但是三次的公聽會之外 其實在外部還有做了其他的說明跟公聽會 所以才會有在昨天有圓滿順利的結果出來 所以告訴市府團隊 溝通很重要 多開公聽會也很重要 這兩個法案 一個請你們撤回 一個是通過 最大的差別就是溝通 到底有沒有順利的進行 請市府團隊加油 那我在這裡跟高雄市民也報告 外界對我們改革的期待很深 我們會繼續加強我們的腳步快一點 下次會期希望高雄市議會 能夠有更好的改革成績 讓市民朋友共同來檢驗 謝謝大家 市府團隊 辛苦了 這次已宣佈 本次定期大會上會閉幕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大家辛苦了